黑米跟紫米字面上听起来是不一样 你分得清吗 分不清 紫米与黑米外形及颜色都很相像 其中黑米看起来较为短胖一点 紫米 黑糯米都一样是紫米类 我们是黑米的话就是黑胚 黑胚啊米就是跟我们一般的白米一样 黑米与紫米的热量及膳食纤维分量 大同小异都含有花青素 维生素及矿物质 其中黑米的花青素含量较高 升糖指数较低 紫米它的GI值大概是100以上 那如果是黑米的话呢 它的直链的淀粉比较高 它是属于低GI的骨类 那它的GI值呢 大概是在53至58左右 这个白米饭的部分 因为精英改良的部分 它是变得比较好吸收 然后煮了之后比较容易吸收到我们的肠味道 那像糙米 五股米或黑米 这些就是要再经过再吸收再分解 所以它含的抗性淀粉就会比较高一点 黑米所含的抗性淀粉 因为人体无法吸收 不容易刺激血糖及胰岛素 但紫米几乎是没有抗性淀粉含量 会使人饭后血糖波动较大 不过两者含有花青素 是天然的抗氧化剂 有助于维持身体健康 水溶性的植化素 所以在洗米的时候 你会发现就是水会有一些紫色的这个现象 抗发炎这一块 它可以帮助我们的细胞 可以有达到修复跟抗氧化的作用 我们说的黑米跟白米一起煮就很好吃 你就不用泡水 紫米就跟黑糯米一样 它一定要泡 没有泡不行 专家提醒洗黑米与紫米时 要以快速轻柔的方式洗净 避免把紫黑色敷皮上的花青素养分都洗掉 大爱新闻蔡佩颖简缘集台北报道